在金门这座小岛上有许多美丽的洋楼建筑 这样一座饶富闽南文化的小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西式洋楼呢 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 金门因为移民的出洋 带回许多现代化的物质和文明 是一个相当全球化的地方 民国初年金门25所的小学当中 只有两所是公立学校 其他都是由华侨所兴建 他曾经和2000公里外的新加坡 有过紧密的连结 新加坡是金门人移民最多的国家 随着时空的变化 历经战争的隔阂 两地之间的移民在1950年代终止 不过在两地之间 仍处处可以追寻那段过往的交汇 一起走入金门和新加坡 看看一座岛屿和一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 金门不只是边陲小岛 占地前线 这里有百年的辉煌建筑 武汉丰富的桥乡文化 新加坡 建国半个世纪以来 以飞跃的速度 迈入现代化国家之林 他们曾经在时间的长河中 短暂地交汇 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 移民的输出 物质文明的流入 在一座岛屿 一座城市之间交互流动 一座小岛 绽放着闽南与南洋情调 传统和院镶嵌着异国装饰 西式洋楼诉说着东方与会 这里是金门 一个闽阳融合的金门 翻看不同时期的建筑 宛如一部金门桥乡的移民史 在清朝禁止出洋的年代 金门人冒险远渡海外 是生活所迫 因为贫瘠的土地 喂养不了那一代人 在清朝禁止出洋的年代 我们这个桂林就是 我们这个西山知名的 我们都是雀雀山 雀雀山我们以前是浪漁社会的 所以如果要做生 来维持生活可能较困难 所以我们西山知名的人 真早真早就去新加坡 去马海西 这栋一顺库的建筑 是西山前理士家族的先人 理士他在新加坡经商致富所建造的 五开间二进式的大六路建筑 当年的圣旨 和卓官府的理事踏像 还完好的保存在政厅里 在1860年之前 他们出洋是非法的 没有社会地位的 但是事实上他们致富了 他们有经济实力 到晚清时期有一个捷径 李鸿章建议开放了 让海外的侨民能够捐官 翘即燕尾的这些大房子 正在说明他们身份地位的晋升 1860年北京条约解除华工出洋禁令 可视为合法出洋的第一波移民潮 民国初年到1929世界大萧条之前 是第二波移民潮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之下 金门人纷纷出洋 寻找机会 所谓顺风相送就是依靠季节风来启动这个海外的移民 通常是冬天的东北季风来了之后 那么随着东北季风吹向南中国海的南洋各地 退潮的同安渡船头还看得到码头一击 当年这里是出洋的第一站 几乎每个金门人都有亲朋好友夏南洋 出洋不是浪漫的怀想是险地求生 由此而去生死两茫茫 没多久阿公就过世了 爸爸出生的时候完全没有看过阿公 所以在他心里面上来讲的话 也是一辈子一个很大的遗憾 时去 六死 三在 一回头 说的是渡洋的凶险 只有少数人能顺利到达南洋生存下来 方美夜五岁时跟着母亲和哥哥到新加坡找父亲一亲 这张登岸准证开启了他们的移民之路 蒸汽轮船一路从厦门停经汕头越南县港 大约一周到十天的航程 到达新加坡七公里外的一座岛屿 现在的圣约翰岛充满着度假的气息 早年进入新加坡的外国人 必须先停留在这里 是一座名符其实的隔离岛 你就要进入隔离岛 进入隔离岛就扣军这个岛 这个岛就让你隔离 他口中的隔离 其实是旁边的另一座小岛 早期在新加坡和讨生活的静门移民 感念大伯公的庇佑 每年农历九月到隔离击败 是年度盛事 方美业的弟弟方靖来 在新加坡出生 从小就跟着母亲来岛上拜拜 会开船后就载人来这里进乡 平常是没有什么多人 是拜六礼拜 这两天四个礼拜里面 有11万人来这边 现在没有了 现在差不多是3万多 根据江博伟的研究 金门人出洋 以新加坡人数最多高达5万余人 这与当时的开放政策有关 1819年 莱佛士爵士将新加坡定定为 自由贸易港 透过简单的手续 就可以踏上这片新天地 寻找涛金的机会 新加坡的航运优势带动了 博运业的发展 停泊在港口外的大型货轮 必须靠着小型船只运送人员和物资 忙碌的新加坡河也是金门移民的重要根据地 那么早期来的金门人呢 他们一开始多数的人是没有资金 也没有技能 所以他们只得在新加坡河讨生活 方耀明是移民的第二代 从小就在河上玩耍 跟着父亲在这里讨生活 船上装满货的时候 晚上都需要来看守这座船 就跟着父亲来船上 觉得非常的凉快 晚上就听到贝多利亚的钟声 早期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都停满了很多很多的舶船 都满满的舶船 那当时候我们的码头 就是在这个角落头过去 差不多有四个停船位的地方 可以说这条河 船应该是没有停止过 那个过桥高度很重要 因为你装了货 你的船可能就高一点 或者你空船 所以说还要看了你的潮汐 但每一天每一个时间的潮汐 都不一样 那个年代 还没有填海造陆的空中花园 只有石头气的防浪体 用闽南话讲就是 九条来还是九条哇 因为如果所谓的九条来 停的就是一些小船 防浪体外停的是大型船只 需要接驳的货物 人员也多 是船家的必争之地 我们驾船在外面等 他一靠近 一安静 就是抛锚 我们就靠过去了 谁在前面 就是排第一 六七岁跟在父亲身边开船 少年时期就能够自己驾船 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史 参与了博运业最后的盛况 鼓励去船上钓货 钓在那个大河 大河比我们的载船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载它去搬货 等一下又中午要载东西给它们吃 五六点又要载给它吃 给它们搬货载完还要载它们回来 博运业的发达 衍生出大量的搬运工的需求 鼓励一词 说的就是这样的劳动阶层 出来新加坡的金门人 为数更多的是从事这样的苦力 一直翻客箱 踏上陌生的国度 鼓励坚成了同乡亲族的落脚之地 我那几里是 那是西班 八里里是没再来 好像我们文山 就是有一个地头在这边 人家来这边要请船 好像我们有排队这样 鼓励坚其实是早期新加坡 华人文化非常重要的小单元 这些小单元在殖民地时期扮演了制制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英国人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根据江博伟在新加坡所做的调查 早期在直洛亚裔盆第一带 一共有34间的鼓励坚分属不同的乡团 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自成组织 无理你今天要够出力嘛 无理你昨天大地集什么是一个刀刀刀刀嘛 有钱出钱没有钱出力嘛 没有一个人每个人都有钱了 有一个人刚刚来又辛苦吃都没有 欠人家一大堆钱才来到新加坡 现在要赚了钱还要还给人家 哪里有钱 为在牛车水的圆茂馆 如实地呈现了早期的居住样貌 这种被称为电屋的建筑 一楼是店面 二三楼是居住空间 客难的时候连走廊都可以睡人 单身和睡通铺 隔间里头是家庭 狭小的空间 住着一家五六口人是很平常的光景 一层楼三四十个人共用一间厨房和厕所 是早期新加坡共同的居住记忆 在异地心情拼搏 小数人累积了资金做起了转口贸易 对外跟英国人做生意 跟本地的土著做生意 他们只赚取两百分的利润 所以一百减二他们自己称为自己的贸易 叫酒吧行 那酒吧行事实上是一种 跨越的贸易的体系 以前这里叫圆顺街 酒吧行林立 开发改建之后 已看不到往昔的样貌 徐国正在1968年 加入伯父的酒吧行营运 已经是贸易行的末班车 从1860年一直到1960年 整整一百年 这些富有的金门人 是靠这个转口贸易的酒吧行来致富的 对移民来说 出洋谋生终究要落叶归根 特别是那些指服的商人 回故乡盖大宅是彰显荣耀的象征 山后十八间是晚清时期所兴建 包含十六间二进式建筑 一间学堂和一间宗祠 是最完整的古错聚落 1868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时期 山后的王家就到日本去经商 经过大概七八年的奋斗 他们成立一个复兴号 赚了钱之后 然后回来盖这个房子 从清光绪二年到二十六年 前后分三阶段兴建 齐盘市的布局 是一座完整规划的桥村 山后中宝的这个坐向是坐西向东 那背后有缓坡 那前面有水源 那再往前的外海就是东海 海珠堂规划为私塾 碟楼的造型 有别于明式传统建筑 更显典雅 顺着阶梯一路向上 来到聚落后方 也是传统家庙的所在位置 宗池的话是整个聚落里面 一个生活的一个中心 它是慢慢的一阶一阶的这样往上 有这样步步高深的这个意涵在 进入二十世纪 桥绘建筑的外观有了重大的转变 地方上的用语一般称为叫环拉老 翻载楼 洋楼正说明 它是一种文化混血的结果 桥绘这件事情就促成了金门在近代以来地景的改变 水头聚落堪称有金门最经典的建筑群 当地流传着一句话 有水头富 无水头错 形容的就是这里的建筑之美 有别于红砖合院的承问 二十世纪的侨绘建筑 以异国元素装点 大大的解放了传统建筑的思维 花砖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也取代了原有的这种比较东方的元素 以前的闽南建筑可以看到传统的胶纸烧 泥缩 现在整个的门面完全用彩池来取代 黄天鹿阳楼的主屋属于两洛市的闽南建筑 它的右侧则是融合了阳楼的风貌 这个附属的护龙建筑 它叠楼二楼化之后的这种阳楼的形式 那跟传统的闽南建筑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它的这个西式三墙 民国十九年 这样的一个形式 以及它的这个落水口 有这个鱼跟女儿墙 外廊的形式也是洋楼的主要特色之一 1924年新建的模范街 美丽的红砖拱廊融合了中式建筑和洋楼的概念 这种外廊在当地被称为五甲鸡 连名称都充满了混血的意涵 它把five就翻译成五 foot就翻译成脚 foot其实就是脚也没错 那么马来语因此 它的发音刚好是卡基卡基 所以这种外廊呢 five foot way呢 福建帮的闽南人呢 就把它讲成了五甲鸡 五甲鸡 莱佛寺爵士登陆新加坡1819年 当时他留下了关于城市发展的一些指导 这个指导就要求在新加坡的开发 土地开发的时候 沿街道的面要保留住廊 这个空间要作为公共的使用的空间 这种有外廊的电屋 是早期新加坡很普遍的住商混合建筑 理论上是可以无限地延伸 为什么叫电屋 就是一层它可以开店 可以作为作坊 作为加工的那个厂 然后楼上就可以住人 金门独栋的洋楼也原用了这样的外廊 在新加坡经商的陈诗营 1932年盖了这种建筑 迷索自画让洋楼多了份轻易典雅 在华人的文化传统里头 即便你是商人 最后都会往儒商来靠容 既东方又南洋 建筑的装饰细节透露着屋主的难度背景 有一个地方是非常特别的 它在屋角的部分 做了各三个两队六尊的这个印度人偶 去扛着这个屋角 外国的那些苦力的形象 这些建筑以华丽的姿态彰显了屋主的荣耀 他们留在原地等待出阳的主人 有朝一日能够落叶归根 侨会建筑多半是人在海外的屋主 透过商行或是民信局 汇钱给故乡的亲人 再由亲友监工制造 在那个年代 带人书信是很重要的工作 因为我爸爸是小学老师 所以那时候隔壁邻居的阿婆 小孩有到南洋去 她会寄信回来 那阿婆不认识字 就会请我爸爸协助她 将信的内容电给阿婆听 那再根据信的内容 再由阿婆口述 看有什么话 想要跟南洋的小孩讲的 有些人透过往返两地的水客 将钱带给进门的家人 不适次的双方如何确保钱的数目 在进门流传着这样的传说 阿婆的伴来 你不是公鸡一百块啊 对对 对对啊 我阿婆的伴来 识到很清楚 四十九就是四九 四九三十六 八价比就是八卦 八卦六十 三十六到六十四 甘是就要付一百 清末明初 沿海地区盗费猖獗 金门治安不佳 特别是靠海的村落 容易成为打劫的对象 建造于1931年的德岳楼 就是为了防止海盗 所设置的枪楼 一般阳楼明宅也处处可见防盗设施 造肥会上来截裂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话 就会把这些铁窗加上去 除了它的功能之外 它还有很深的一个 内敛的一种思维在 它坐在这一个木窗的里面 所以你在外观看起来 好像就是一个木窗 1930年代现场 它不是写到福建省政府 也不是写信到北洋政府 写信给新加坡金门会馆 补充枪械 提供资金 然后来帮助金门县 来抵御这些海贼 金门会馆派出了 陈锦兰等人 回乡制定防御计划 并筹资完成建筑工事 远在新加坡的金门会馆 建设金门的角色 远大于当时的政府部门 早在1876年成立的 吴家福记庙 就是它的前身 联合那些最成立的人 发起福建庙 文主公经 因为文主公 但现在是我们开发金门的 所以它方为文主公 这是我们金门人的信用 李世踏是吴江福建庙的 创始人之一 并出任大总理一职 这样的组织 不只是在海外扮演 瓷庙 联络乡情的功能 对于故乡的回馈 更是涵盖了治安 公共建设 到教育各个层面 瑞友学校 是陈瑞友过世后 为家乡碧山村所新建的学校 在江博伟的研究中 1929年当时 进门25所小学中 只有两所是公立学校 其余都是由华侨所新建 花了财 但是它始终有一个想法 有什么想法呢 它说如果自己的子弟 没有受一点教育的话 出到外面都不需要毕业 那边是老师的办公室 我小学毕业以后 我基础就打好了 我到初中 我一年都一路上 这是我保持第一 那个就是老师教育 有风法 毕山这个单性村落 人口不多 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 这样的小村落 拥有免费的基础教育资源 远胜当时台湾许多地方 近三分之一出洋 那当时譬如说瑞友学校 他当时要赔一点 是一些要出洋去当 做伙计 做一些经商的一些工作 所以他必须要协会 就是语文跟算术 他有学校只办第一年级到中年级 高年级必须到毕山来 所以不仅仅是培养毕山的子弟 而且周围的那个临近的村落 也是受到毕山教育的影响 根据江伯伟的调查 金门大约有160栋洋楼 除了作为学校 住宅之外 在毕山村的三间宗祠里 这间城市小宗祠 并除了传统建筑 改以洋楼的造型 在当时可谓相当的大胆前卫 这一栋宗祠比较特别 就是它是洋楼市的建筑 在金门唯一的两栋 就是这里一栋 还有洋仔 移民的出洋 间接带回了物质文明 在20世纪初 促进了金门的现代化进程 移民的出洋 不只是单向的 在文化上 它是变成双向 甚至多向的一种互动的关系 这也在说明早期全球化 就是在金门这个地方发生的 1937年 日军占领金门 火药的现代化进程 嘎然而止 过往的辉煌 凝结在这些等待归人的建筑 可是新建没有多久 1937年 日军就打上来了 所以多数的桥商就 再跑回南洋 所以真正的金门的洋楼 屋主即便住在里面 或他的后人住在里面的时间 都不是很长 1945年 日本战败 马上又面临国共内战 还没呼吸到和平的气息 地处前线的金门 再次地陷入战事的威胁 金门最大的洋楼 先后被日军和国军占领 整修后的建筑 陈设了早期的使用状况 在当时表现良好的军人 可以得到七到十天不等的休假 就来这里住 阳楼见证了一整个时代 人来人往 只剩建筑 正反映了金门近代史的复杂 有海外移民的历史 有日本军战的历史 有国共对峙 世界冷战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缩影 当时还是孩童的方百成 旨意得天真的童年往事 我姐姐比我大三岁 她上小学一年级 我哭着要跟 人家背那个成数表 我也就必须得背 不背我的姐姐背错 去给老师罚 我也跟着一起受罚 所以我觉得那个童年 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战争的号角 也在5月初响起 共匪的大炮又轰击了 请看远处金门的海面上 共匪炮弹所激起的水柱 1954年9月3号 中国解放军 突然向金门发动攻击 12个小时之内 发射了6000枚炮弹 印发第一次台海危机 九三炮战的时候 我在金门 吓死我 真的所有的金门人 是 那个是很苦难的一个日子 没有防空的设备 没有什么 我们躲在床下 躲在桌子底下 能躲的就躲 炮弹的烟消 推动了金门最后一波移民 这一次的离开 是逃离战火 不再回头 不同于清末明初的海路出扬 这时的移民走的是空路 台北松山机场出发 途经香港 曼谷 抵达新加坡 新加坡是移民者的竞技场 也是实践梦想的场域 当年不到50人的小公司 如今是跨足全球18个国家的大集团 这个创业的时候 用了非常非常简单的 纸盒制造的设备 每天做我们公开的时候 都要来帮忙 父亲是来自金门的移民 因为家乡生活困苦 躲避战乱而来到这里 在他严肃的形象背后 是异地求生的辛酸史 麦卡坡而且曾经给人家作弄 推到河里面 他跟他们讲我不会游泳 所以讲到最后 他也两行累 我也两行累 就基本上就是把 把那个历程来跟我分享 一席话传承了父子情 也连接起故乡金门 蔡奇生决心将父亲的事业发扬光大 模具定型的 然后把那个纸张裁切成那个各种各样的形状 那么他就能够成为一个盒子 第一代移民还有落叶归根的想法 土生土长的第二代是这方水土孕育的新加坡人 因为徐作新加坡的国家建设越来越进步 新加坡的在全世界有公认的经济成就 我们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跟认同 就更加加强了 从移民到公民 他们跟着新加坡一起走过殖民时期到独立建国 在金门移民中 书法家徐允之是少数的文人移民 现在的新加坡街道仍处处可见他的莫保 许国正从小与祖父亲密 经常陪伴在侧 祖父以马来话昵称他是东卡孙 我能站在古尾桌 三楼 四十八站的楼推 所以一个老人家要上去比较吃力了 那一手放在我的肩膀 那一步一步地走上去 求学时期读的是音效 家里说的是方言 儿时的生活记忆 处处充满着闽南文化的元素 所以虽然的点声通常来求七楼 因为对面这个是一个虚待 所以一个康队很大的 旅有两三楼的工果线 在工果 到了八零年代 儿时居住的电屋不再 换上了静竹天际县的高楼大厦 整个国家也开始快速地蜕变 1965年新加坡建国 1977年总理李光耀提出了清河计划 灿烂的博韵夜逐渐地淡出 新加坡河的舞台 四月的文章帮你到 真正要不要碰 如果没有人家在外面 就暖夜 吵 如果口罪的时候是真吵 有很多人都会误会说 新加坡的博韵夜 是因为清河的关系而示威 其实可以讲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相运化 所以也减少了这些转博的需要 所以刚好也遇到清河运动 那些博船需要搬迁 忙碌的博船和大批的苦力消失了 但有人留了下来 他们顺着国家政策的发展 跟着新加坡和共同航向转型之路 从二十世纪的博韵夜 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观光 方耀明始终在这条河上 从小我就觉得新加坡河 相当有趣相当好玩的一个地方 来到新加坡河你可以了解一下 新加坡的过去发展 跟目前的情况跟以后的发展方向 方耀明旗下经营的船只 在2008年从柴油全部改成电动环保船 以维护河水的品质 这与新加坡的水资源战略有关 为了减少对马来西亚水源的依赖 新建了这座水坝 这个范围作为一个细水池 是以后作为我们的饮用水 然后所以我们就需要把那个 用一个水坝把那个我们的水跟海水 各离开来 方家三代人历经新加坡河的不同时期 第一代移民码头在直洛亚一湾 现在已经是填海造路的商业大楼 到了方耀明这一带 转移到红灯码头 第三代又转移到现代化的大型港口 他们那些大船停在港外的时候 他们要一些伙食 一些配件 我们都会用我们的船去再送给他们 这样子 新加坡岛外有几个小岛 然后如果有人要去岛上工作 或去岛上玩的话 我们也会提供一个渡轮服务 对方亦阳来说 传承祖业是很自然的事 而金门是个遥远又熟悉的故乡 我从小时候 我父亲就一直带我回去 然后到我这一带 我也是想让我的孩子知道 我的阿公从哪里来着 他们的故乡是父子辈留下来的 在两千公里外的这个金门岛 所以形成了一个文化认同跟国家认同 交叠的一种特殊的现象 我想新加坡的华社 金门会馆是非常特别的 19世纪成立的金门会馆 主要以商人为组成背景 吴江工会则是以苦力阶层为主 1980年代开始和属办公 早年这样的移民组织在海外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吴江工会的高峰时期 成员多达五六百人 活跃于各种活动 在七十年代末期就开始 我们那时候组团回去金门 发觉到金门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好好的住下来 那时候就开始酝酿 我们要成立华侨之家 因为又是刚好在国共内战的那个阶段 金门一些好的房子 比这像样一点的大一点的房子 都被拆去过足公式 一家七八扣 几一个小房间 一张床里面睡十几个人 1970年代 侨民在海外总共筹款一千八百万 新建的这栋华侨之家 1982年完工 是金门的第一间饭店 要起这栋楼真的不简单 从筹划到最后开始定案 破土动工 就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整栋建筑有三层楼 四十个房间 格局上仍可见当年的气派 这个就是四人房 前面这个有一个小客厅 这里面有两个大床 可以住四个人 当时的华侨与后代 频繁回乡 在新加坡出生的第二代 开始与故乡有了连结 跟着副职辈 一起参与新加坡金门会馆的活动 当我回来之后 变成我每个礼拜必到的地方 因为跟长辈聊天 越聊越好 对金门有一些印象了 以前头脑空空不知道 这是新加坡金门会馆 数十年过去 当时年轻的第二代 专业划发 大时代的变迁 连带地影响了社群组织的运作 金门乡亲来有一个住宿 后来我们新加坡都不需要了 没有人来回住的 我们就取消 这一程度我们可以用 那我就做一个厨房 每周一次的紧密聚会 却少了新生代的参与 这是金门会馆 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 就是1958年算是最后一批 有规模的移民 从金门到新加坡到东南亚 之后几十年来都没有 建国半个世纪以来 新加坡不只是在经济面迅速地发展 语言文化政策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 有不同的转变 直接地改变了华人文化的发展 50年代以华语为主的教育主流 到了1980年代 华校一一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以英文为主的教育制度 几十年下来也造成了断层的现象 其实百分七八十在家庭里面讲的是英语 讲华语的可能二十二十多吧 应该可能就三十不到 华校消失后 新加坡福建会馆仍持续推展华文教育 直到最近十年 开设华文和方言课程的幼儿园 开始受到大家的欢迎 是同学生日吗 吴老师的生日 我的生日 好好 那我几岁 你十岁 N1三岁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语言能力还不是很好 尤其是华文华语 我们的教学媒介义 百分之八十是华语 百分之二十才是英语 跟外面的幼儿园不一样 在城市开发方面 因为迅速的发展 传统的电屋大量的消失 城市的中心就在新加坡河那一带 当时的土地需求就是蛮高的 城市发展压力很大 所以当时也拆了很多的老房子 在1980年代的话 那个时候其实保护意识并不强 其实完全是靠政府来推动 政府要做很多的示范性的一些工程 来证明说其实老房子保护下来 再利用是有价值的 在政策的保护下 如今的新加坡 仍有许多保存良好的电屋 作为饭店 酒吧 商店 办公室等 各式各样的商业利用 这些各有风情的电屋 也是游人最喜爱的住组点 86年吧 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 他有感于整个新加坡的社会 慢慢地是洋化了 我们华人应该重视 我们自己华人的传统节日 每年农历春节举行的春道河畔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34年 各式各样的灯饰 装点了新加坡河畔 2020年的展览 以华人过年的红包文化为主题 近十十年 我们一直觉得 一枚红炸机经过 一枚炸弹在街头降落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河畔 我阿玛还得可散过 数百年来 他们先后落脚在这块土地上 他乡早已成故乡 不论时代如何演进 政策如何更迭 他们始终跟着新加坡 一同脉动 年少许是新加坡河畔活动 大量的移民潮 战争的禁锢 开放后的金门 拥有丰富的战地和桥乡文化 他们驻足原地 既美丽又哀愁 不能拆 也是因为产权很复杂 要修它 也势必要解决 产权复杂的问题 屋主的后代 不是在海外 就是难以联系 许多洋楼 就像个没落的贵族 屋子凋零 金门国家公园 和金门县政府 努力解决这些产权问题 让洋楼得以重新火化 荒废三十年的瑞友学校 2009年开始进行修复 当然木头结构 跟一般我们团统结构 又不太一样 它很重视一些力学的支撑 它很重视一些力学的支撑 巴洛克风格的山墙 装饰着印度警察和国旗 想重现当年的工艺 不是件容易的事 真的没有任何的钢筋结构 所以不敢猜 你一猜 你要再做回去就很难 像我们看到那个国旗跟党旗 一个红色 一个蓝色 有试着把挖一小块 要去复制它 可是后来没有成功 修复后的空间 延续碧山的文风 成立了金门瑞友文学馆 展览在地文学家的作品 一旁的南音社 重现了碧山早期的音乐文化 年轻的音乐文化 吃皮肉饭水脚 就到东边那个祠堂去听南云 每逢哪一家有喜事迎亲结婚 就要去南云去迎亲 晚上就闹洞房 这座小岛透过移民的出洋 和世界有过精彩的交汇 数百年来 一座岛屿和一座城市之间相互流动 随着移民的宗旨 两地之间淡淡地迁徙着 在百年的建筑 在祖辈的血缘之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家 stri셔야 whatsapp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推介 马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